嗨,大家好,我是金珍公妈熊 今天继续带大家看一看我的小菜园 这是一棵西红柿 下面结了这个果子 然后呢,已经快红了 这有一棵桂花 前段时间把那个枯的叶子和比较蜜的叶子稍微梳理一下 长的新叶子已经长出来了 这是一棵辣椒,大椒苗 你看下面已经形成了木质花了 然后呢,我这边绑了一根棍子 浇水的时候就不会冲的东倒西歪 根也不会断掉 然后这些一节一节的都是我打过厕置的 花和一边的汁都挺多的 你看,这边结了一个小辣椒 这边,这边 这是它开的花 它属于制花瘦粉 雌蕊和雄蕊都在一朵花上面 所以说基本上没有问题 不需要给它人工瘦粉 这边因为底肥上的比较多 然后呢,阳光也还可以 所以说这一片都还长得挺好的 后面这一颗也是一颗辣椒 你再慢慢的开花 这中间呢,有一颗五花果 买来就跟这个差不多高 然后中间稍微打了一下枝 剪了一下底下的树枝 接了两个五花果了 然后这边还有一颗辣椒苗 你看这上面因为那个水浇的比较多 然后有一些牙虫 这个牙虫要把它去掉 不然的话它会长得很差 牙虫一般都在那个中间位置 很嫩的位置 看这上面全是牙虫 这边也有一个小牙虫 这边也有 及时的把它去除掉 然后这也有一颗茄子 这边接了一个小的茄子 前两天也摘了几个了 这边还有一颗 我这边有标注 这可能是一颗泰国的辣椒 这个比较辣的 然后这边是一颗火龙果 然后 怕它倒幅 我这边用木棍 将它固定了 还有两株 那边也有一株 都固定好了 这个辣椒很辣的 好像有几万个 斯科威尔吧 它的那个辣椒 然后这边还有一颗 这个也接的很多很多 和那个金菊 都长到一块去了 接的满满的 主要也就是下面 前段时间 我给它下面打厕置 然后在盟国 这两步做的比较多 比较好 所以说它的分支 长得特别好 像那个打开的伞一样 你看到处都是花 到处都是果 这边也是果 然后这下面呢 我看这个地比较空 然后我还粘了一些 韭菜 韭菜苗 这是一盆韭菜 然后把它分了很多 这边里面还藏了一个 那个 姑娘果 姑娘果因为长得特别密 前段时间我给它修剪了一下 然后你看这个姑娘果 这边黄了就可以吃了 还是地方太小了 地方比较大的话 可以种得稍微酥一点 这边呢 还有一颗金桀 买的时候这个金桀 就结满了很多果子 侧子长特别多 结完果子后 然后摘了几个 有了几个好看一点 然后呢 给它稍微打了一下车子 打了之后你看 没过多久 我这个是年初买的 二三月份买的 后来的时候 打完车子之后 又涨了很多分支出来 你看 然后 你看 你看 找了很多 前段时间还开了花 看有没有结果 应该在这边有结果 这边 就是它 长的新的果子 它一年可以开好多次花 煎很多次果的 这样大家勤于管理 肥水 给它掌握好 然后定期修一修枝 一般都没有什么问题 好了 今天的视频就到这 谢谢大家的收看 拜拜